美國表示,今個禮拜將會重駐委內瑞拉大使館撤走所有正餘人員,部分原因是這個南美國家的局勢惡化。 今年1月,在特朗普總統正式承認胡安·瓜伊多是臨時總統之後,馬杜羅宣布和華盛頓結束外交關係,美國大使館內的非必要人員已經離開委內瑞拉。 美國大使館發表關閉公佈之際,馬杜羅重申了他的說法,即是美國在背後策劃了委內瑞拉全國停電,全國停電在星期二進入第六日。 由於通訊困難,很難確認有關委內瑞拉出現死亡和搶劫的報道,馬杜羅指責美國和反對派導致停電,指責他們對水電大壩進行網絡攻擊。 馬杜羅說,這種對電力系統的攻擊可怕策略是要委內瑞拉人民處於絕望程度,和委內瑞拉人對國內的對抗這種情況不會發生。 他又說,委內瑞拉確實有很高的意識和耐性,又說人民團結一致,人民所表現出的合作令人印象深刻。 他又說,必須要擴大合作團結和互相支持社會和平共處的信息。 自行委任的委內瑞拉臨時總統瓜伊多,就指責政府貪婦腐敗和管理不善是全國停電的主因。 美國否認和委內瑞拉電力短缺有任何關係,國務卿蓬佩奧在星期一批評古巴和俄羅斯支持馬杜羅正確。 蓬佩奧又指俄羅斯和古巴聯手滅視委內瑞拉的法治與繁榮。 美國在星期一擴大了對委內瑞拉的制裁,將委內瑞拉和俄羅斯政府共同擁有,總部設在莫斯科銀行立入制裁當中。 美國財政部說這間銀行據稱在較早前,企圖通過已經失敗的努力支持馬杜羅,企圖避開對委內瑞拉的制裁。